MODEL Y 和 3 避震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Forge 阿咒跟 151 頻道 感謝大家去上次的 MODEL Y 跟 3 的避震器的影片 響應非常的好 那我們今天也趕快來拍第二個影片 讓大家知道我們還有什麼東西 給 Model Y 或 Model 3 那首先呢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就是我們的車內的螢幕套餐 包含了前面的小螢幕 跟後面的螢幕 這次也會介紹的前面的行李箱套件 那如果你對以上的套件有興趣 把影片看完 首先呢 我們來先介紹一下 我們前面螢幕 就是讓你看到所有 我們這邊想看的資訊 因為我個人呢 還是習慣看正前方 開車的資訊 我比較不想要這樣子 側面的這樣看 因為我自己有試過 目測啦 我這樣子 眼睛看前面 往下看 的速度 眼球 是比較順的 而且比較快 比較不會有那種 很像看這邊看太久 然後前面有發生什麼事 都不知道的那種危險 那這個螢幕呢 它的大小做得剛好 就是不會去擋到前面的那個出風口 所以冷氣出風也是OK的 那它沒有任何Android的系統 因為我覺得 這邊再放Android大的螢幕 我覺得有一點 去干涉我們開車的專心度 所以這個完全就是給你看 胎壓啦 你的ACC距離啦 你的Range啦 現在幾點啦 外面天氣啊 現在檔位是多少 跟你的電池量是多少 然後它也很貼心的是跟螢幕同步 當前面的大螢幕呢 變成黑色 它這邊就會變成黑色 就是晚上六七點以後開大燈 它也會變成黑色的 然後它還有 等一下來給大家看 它還有一個很貼心的功能 就是說它有把那個 如果大家知道Model S跟X的車子呢 它是有Plaid的話 它有Plaid的動畫 其實它這個有巧思也有放進去 那這個就是前面的 整個的畫面的展現是這樣 我是真的很喜歡 而且它畫面的解析度是很棒的 蠻多人這樣講的 那它也不貴 蠻經濟實惠的 再來呢 我們來看後面的螢幕好了 那個前面 拜託幫我把那個冷氣開大一點 是 有一點太冷了 麻煩幫我調一下嘛 好 好 涼一點 你可以幫我把那個 電熱器打開嗎 不要那麼強 因為屁股快燒起來了 好沒問題 涼一點 是 熱一點 是 風小一點 是 熱一點 是不是 如果是你遇到這個狀況 你會啼笑嘛 對不對 好 趕快來講一下這後面的螢幕有什麼功能 那這後面螢幕呢 當然最大的功能就是我們可以調整冷氣的風速啦 你看 我們可以這樣調整 然後呢 冷氣的溫度也可以調整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 如果有聽麥克風我接收到 我們風速也變大 我們這邊可以調整我的溫度 然後再來呢 按這個 不好意思 按這個椅子這個地方 我可以調整每個椅子的電熱器一樣 跟前面一樣 其實它所以 你不用再去跟前面講 幫你調整任何的東西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是不錯的 每個椅子也是都是獨立的 那很多人問說 欸 裝了這個以後是不是前後呢 可以獨立起來 不好意思 沒辦法 因為它只是把前面的介面 進向來這邊而已 因為本身它就沒有雙軀的功能 所以它不會因為裝了這個螢幕 它就會變成雙軀 先跟大家講一下 只是你可以控制 風大一點 小一點 就不用再去煩前面的駕駛人 去幫你調整任何 所謂冷氣啊 或是電熱椅的工作 那當然呢 還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蠻屌的 就是說 經由這一次的更新介面 完了以後 它還寄了一條線給我們 最近大家才講說 Model S 可以在後座呢 調整這個椅子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Model Y跟Model S 裝了螢幕以後 外面也跟一樣是後座買家 請看一下 按了以後呢 我是可以在這邊調整 可以看一下這個椅子 調整椅子的 對 我覺得這個功能最好的 因為我相信 買Model Y的人 或Model 3的人 家裡應該都有小朋友 我每次如果這邊有坐人 然後可能坐舒服一點 我要搬音樂椅進來的時候 通常都會卡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父母有這個感覺過 那我都要再去前面開門 然後再調椅子 現在不用了 直接這邊按一下 它的椅子就到最前面 很方便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很OK的 當然我這些東西 我覺得就已經很棒了 它有一個附加功能就是說 它也是一台安卓機 那它也可以看YouTube 那可以看Netflix Disney Plus 如果你我們這邊裝 我們都會把Disney Plus跟Netflix的APP 放你裝進去 然後再來它一樣會有三個充電孔 然後這個它有一個音樂符號的話 音樂符號就是表示 你插任何有音樂的 影音的插進去 它就可以在這邊播放 那音怎麼播放它這邊的音源呢 很簡單有兩種方式 藍牙接到車子 然後用車子的藍牙播放 後面螢幕的聲音 第二個就是接到你藍牙耳機 這樣子前面就會獨立出來 前面也可以聽音樂 後面的小朋友 用耳機去聽它現在想看什麼 所以我現在是接藍牙 然後去播放這邊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當然有時候 小朋友想要看他們東西的話 他建議是接藍牙耳機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我現在介紹的 螢幕的我們的套餐 那再來呢 我們還有加上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覺得很方便的 那請攝影機帶來這個大螢幕 另外一個東西 今天順便一起介紹的 就是說 我們也加了電動前行李箱蓋 電動前行李箱蓋 我們不能講電動前行李箱蓋 該不會被特斯拉愛護者罵 因為它是電動前行李箱蓋 好 結束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一套系統 是可以聯動原廠的東西 不用再開任何的APP 我們直接這邊按打開 請看 我們前面就打開了 然後我們的套件 它的電子馬達是很好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現在按關 它其實作動的馬達聲音 基本上是滿小聲到幾乎聽不到 我們現在把它關起來 然後它也是為電動再把它吸下去 那手機一樣 那我們去外面好了 我們手機操作 我們就一樣去外面 那我們去外面吧 那剛剛呢 有看到我們在螢幕上呢 是可以控制引擎蓋的 一樣 在我們的手機 打開特斯拉的APP 然後呢 開啟 它一樣可以開啟 這真的是 很有儀式感 當你買東西回來 它自動開啟 我真的覺得 很多人說後面有 為什麼前面沒辦法有 現在有了 那一樣關起來的話 我們再按一次 它一樣會電動把它關下來 然後也有電吸的功能 那 因為上次有個車友跟我說 有其他的 開啟的 開啟的這些套件 是需要開另外一個APP 才可以去開啟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個套件是 直接沿用原廠特斯拉APP 就可以開啟的 好 那我順便給你們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如果你有裝電動的引擎 前面引擎上蓋的話呢 也建議裝了這個東西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 因為我們先 就是前面的這個RGB的氣氛燈 因為呢 原廠的話它只有一個小燈在這邊 其實這晚上開起來是蠻暗的 那因為我們裝這個電動引擎蓋的時候呢 這邊東西都要拆掉 是建議呢 就一起裝吧 一次功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 可以在手機上呢 調顏色 那它也可以用 這種是用跳色的 或是跳什麼顏色黃色 在手機上都可以 在手機上都可以 我是比較喜歡有呼吸的感覺啦 那所以說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它會 有那種呼吸然後換顏色這樣子 我覺得這不錯 就是 添了一點氛圍 然後有拿東西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又看得到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 所以呢就是帶大家講一下 如果用那個也不凡參考一下這個RGB的這個燈 讓我們前面呢也更有一點氣氛 以上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螢幕套餐 還有我們的前行李箱看的套餐 那如果你對以上的套件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你都可以PM我們 或者是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這邊有實車 這邊還是電車 那我們都會詳細跟你做介紹跟報價 那我們下一部片呢東西也準備好了 大家再等待一下 我們等到我們 即使有時間 我們會介紹 煞車套件跟鋼圈 那敬請期待我們下一部片 我們下部見 拜拜